9月25日深夜,演员樊浩伦在微博上爆出了好友贺子明一组遭家暴受伤的照片,见证了你们美好的开始,也见证了你们的婚礼,现在又见证了子明不能自已坠入深渊,被抹黑,被欺负,不能与孩子见面,还被殴打撕扯,人在坐,天在看,别欺人太甚,疑似暗指和解,欺人太甚,打压贺子明,不让贺子明看望两个孩子,而在他曝光的照片中,贺子明背部,颈部和后背有明显的抓脑痕迹。 此次好兄弟樊浩伦发文例请贺子明,暗示在这场离婚风波中,贺子明遭受了不小的误解和委屈,26日下午和杰工作室发布声明否认,鉴于网络上出现针对本工作室艺人和杰涉入家暴的不实言论,为防止谣言扩散,特严正声明,对于别有目的的事实谣言与抹黑性炒作,我方坚决地与鄙视加谴责并保留法律追溯权。 日本乒乓球名将傅杨爱在中国打球很久,终于成为了中国媳妇,嫁给了姜洪杰,前不久才刚刚庆祝完结婚一周年纪念日。 从照片中可以看出虽然怀孕已经有段日子,爱将的身子还是很纤细,和老公在一起笑容十分灿烂。 今天9月26日,又在微博撒狗粮了,只见傅杨爱晒出一张照片,配文跟我抢结歌,害我没有地方躺。 照片中老公江洪杰坐在沙发上,丑狗狗狗躺在她的腿上,原来傅杨爱是在吃狗狗的醋呀,这小编也是醉了,莫是孕期反应过度,你为何跟她过不去呢,这不明摆着秀恩爱吗?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